大话戏游结尾有这么一句话 你知道为什么电影结尾会出现这句台词吗 你又知道周星驰一生为什么拍了那么多小人物的电影吗 这句颇有讽刺意味的话 不仅出自周星驰的口中 也来自于周星驰的亲身经历 作为演员 周星驰开创了新的喜剧表演风格 作为导演 他的作品屡创佳绩 可在一年一影帝 百年周星驰的称赞背后 往往有着常人看不到的艰辛 周星驰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父亲是浙江人 母亲是广东人 周星驰的名字是他妈妈根据腾王格序里的 熊舟物猎 巨才兴池起的 七岁那年 父母因感情不合而离婚 周星驰和姐姐周文鸡 妹妹周星驰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在香港九龙穷人区 一家四口挤在阴暗的木板房里 顺功夫里的猪龙城寨 就是根据周星驰小时候居住环境所设计的 在妈妈的眼中 周星驰姓的那项寡言少语 一天可能都说不上三句话 九岁那年 妈妈带着他去电影院看了李小龙的电影 也就是从这时候 周星驰喜欢上了功夫 也喜欢上了李小龙 演员这两个字在他的心里悄悄萌芽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 周星驰早早就开始接触社会 他做过茶楼跑堂 当过办公室助理 也做过电子厂工人 1982年 因为崇拜李小龙再加上喜欢电影 他和他当时的好友梁朝伟 一起报考了无限议员训练班 面试的前一天 周星驰特地花钱买了双昂贵的增高鞋 可这双鞋并未给他带来幸运 到了考场 考官只看了他一眼 就让他回家了 最后 梁朝伟顺利考上 周星驰落选了 后来在演员七美珍的推荐下 周星驰进了夜训班 还是和梁朝伟做了同学 本以为毕业后就能如自己所愿 当名演员 可周星驰这次 还是失算了 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一档叫做 420穿梭机的儿童节目当主持人 一档就是好几年 尽管只是一档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周星驰还是做得很认真 他时常在节目中 按照自己的想法加息 小朋友肯定不能和大人一样 能理解周星驰的加息 所以节目里的小朋友 经常会被周星驰吓一跳 以至于周星驰时常会遭到家长偷俗 这一期间 甚至连报纸上都有篇文章 专门讲到 周星驰只适合做儿童节目主持人 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 那时 好友梁朝伟已经成 TVB力捧的五虎将之一 周星驰却还在质疑与嘲笑声中 千方百计的寻找演出机会 从20岁到26岁 这期间的周星驰一直都在 默默无闻地跑着 没有名字和台词的龙套 常射雕英雄传里 他扮演一位 一出场就被没嘲讽打死的小人物 出场时间只有三秒钟 观众根本不会对这位小人物有印象 他却一脸认真和导演说 能不能接一招再被打死 因为哪有人不反抗就被打死的 周星驰这种类似的提议 在当时没有一位导演认同 甚至有一次 因为周星驰演得太认真 导演李修贤认为太过了 直接指着周星驰的鼻子骂他 演戏不是力气活儿 你干嘛像条狗一样卖力 后来这句话被周星驰用到了电影 《大话西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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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是谁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末期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我过于死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在2007年的长江7号后 周星驰便正式退居幕后 很长一段时间网上都没有他的消息 直到2013年上映的《喜有降魔》 这一次 周星驰不在意男主角的身份出演 而是安稳地当他的导演 他的拍摄风格开始趋于多元化 不再把镜头聚焦于小人物的奋斗时 电影上映后 刷新了由沃虎藏龙创下的 2.13亿美元的华语片全球票房记录 成为全球最卖作的华语电影之一 由此看出周星驰在国内的影响力 并未随着时间而退去 之后他又拍了《美人鱼》 《新喜剧之王》等作品 电影依然卖作 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当初叫喊着还他一张电影票的人 现在纷纷说已经不欠了电影票了 面对质疑 周星驰从未回应过 正如网上说的那般 他身上的质疑还少吗 在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后 有关周星驰脾气差 爱改戏的谎言就不进而走 那些曾被他捧红的人 一个个与他交恶 甚至连曾经最亲密的朋友 也开始和他身份 周星驰拍喜剧的那些年 有一个人总站在他的身边 他就是吴梦达 自1988年 二人第一次合作 再到2001年的《功夫足球》 两人一共合作了近30部作品 是圈内的黄金搭档 拍戏过程中 周星驰总是片场中 要求最严格的人 他事无巨细 全盘操控 其他演员都受不了他的脾气 只有吴梦达可以出面调停 在《功夫》的时候 周星驰本来邀请吴梦达 出演《包足公益》卷 却最终因为 吴梦达没有档机而作罢 从此 吴梦达和周星驰 便再也没有合作过 太久没合作 再加上二人提及对方时 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然 有关二人不合的消息 也越传越厉害 吴梦达在谈起周星驰时 也说 现在感觉有一点 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感觉 但那些骄恶的传闻 都是不存在的 吴梦达身体抱怨的时候 周星驰第一时间打电话关心 当周星驰被骂最惨的时候 也是吴梦达出来力挺他 这么些年 圈内指责周星驰的人不在少数 2009年 向太就曾在微博中 直指对周星驰的几处不满 向太与周星驰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 在那个双周一成的时代里 周星驰出演多部 由向氏集团投资的电影 每部票房都在三千万左右 也正是在向氏的扶持下 周星驰的票房号召力达到巅峰 后来周星驰出走 自己开公司 渐渐与向太他们不再联络 2009年 一篇《为什么这么多人和周星驰》 文章在微博中被大肆转载 文章内容还有向华强 打压周星驰的部分 也就此 引发了向太与周星驰之间的矛盾 周星驰可以有今天 确实少不了向华强夫妇当年的力捧 可周星驰又何尝不是他们的摇钱术呢 向太与周星驰到底是谁 成就了谁 说不清楚 在圈内人集体攻击周星驰的时候 胡君如说他只是不懂得表达自己 袁秋认为周星驰不难相处 李立驰说他永远是自己的喜剧之王 莫文卫张雨琪等都公开支持周星驰 就连说周星驰难以沟通的王晶也声称周星驰真的是千才 这些足以表明周星驰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不堪 今年已经58岁的周星驰头发花白 和以往那个神采奕奕的周星驰相差甚远 论年纪周星驰不算老 和他同年龄的艺人有人刚娶妻生子 可周星驰疲惫患散的眼神给他增加一份苍老感 他没有结婚至今孤身艺人 与罗桂娟 朱音 莫文卫之间的感情早已过去 出道至今周星驰共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18次提名 获奖纪录 6次金马奖纪录 内地总票房突破50亿人民币 他作为中国影视界的顶梁主是当之无愧的 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表演风格 打破了观众对他以往的固有形象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导演和演员是可以同时兼得的 这样的周星驰有什么理由不成功呢